在中共兩會前夕 發起修憲建議連署的河北維權律師盧廷格 近日被石家莊司法局約談後 一直處於失蹤狀態 為此盧廷格的律師朋友發出求助信 請求有關單位幫助尋找 3月12號 彭永河等多位盧廷格的律師朋友發出求助信 信中透露 盧廷格3月2號被石家莊司法局約談 當天晚上10點 他用司法局某工作人員的電話告訴妻子 要接受4到5天的所謂學習培訓後才能回家 但至今10天了 盧廷格依然毫無音訊 家人和朋友撥打盧廷格 或那位工作人員的電話都聯繫不上 而盧廷格也沒有給他們任何聯絡 求助信說 盧廷格是河北省律師協會的會員 因此請求律協幫助尋找盧律師 此外 也請求石家莊司法局 和河北省司法廳協調有關部門 幫助尋找盧廷格 上海維權律師彭永和以文字方式表示 盧律師是他的朋友 也是律師同行 他只是近些朋友同行的本分 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 湖南律師文東海痛斥盧廷格被失蹤一事 廣西維權律師秦永佩表示 兩會結束後 盧廷格可能被釋放 清永佩希望有更多律師站出來支持盧廷格 否則可能反而對盧律師不利 求助信所附上的一封忠告信說 如果盧廷格被當局非法拘禁了 這是嚴重的犯罪行為 信中還說 聯合國意識到律師的作用 而頒發相關國際公約 想必當局不會不考慮聯合國的作用和影響力 希望看完信後立即放任 清唐人記者長春、陳傑、施宜君採訪報導